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致电萨曼莎莫斯廷 祝贺他就任澳大利亚总督 习近平指出 中澳互为重要合作伙伴 都是亚太地区重要成员 和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 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澳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 稳定 发展 繁荣 习近平表示 他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 愿同澳方一道努力 本着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 求同存异的原则 推动构建更加成熟稳定 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更加造福两国人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